先不要争论轨道需不需要 先讨论这个政府 有没有能力做轨道的工程 然后带动城市的发展 然后以及每一个轨道工程 是为轨道而轨道 还是地方利益 就跟高铁当时的问题一样 就是高铁的所有的失败 包括他选择的站 为什么选在左营 不选在高雄市 为什么选在乌日 没有选在台中市 全部都是地方利益的绑架 那这种地方利益的绑架 也导致国民党 最后会弃手 因为他在地方 还会没办法生存 那也导致民党 就想要推动这件事情 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这个国家 要被地方利益 选民利益 也甚至不是选民利益 就是地方少数人的利益 然后画一个大名给选民 到底这个国家 要被这样的一个短视的政治 绑架多少年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花多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